07-221-2323 地点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 接下来请收看菩提系列 我们也可以从梁武帝来引申 大家探讨佛陀的从政观 在这个《杂阿含经》里面 它就有记载 它就有一天佛陀在禅坐的时候 他就在想 他就说这个世间 为什么就没有一个国王可以行政法 而不用每每大家互相攻击来攻击去 打打杀杀 为了各种扩疆扩土 这样的一个打打杀杀 难道就没有这样的一个爱好和平的 这样的一个国王存在着吗 那么佛陀一起这样的恋头 这个摩波寻 这个波寻就是摩 它马上就来佛陀的这个面前 跟佛陀怂恿恿 所以怂恿说 佛啊 你既然已经成佛了 能够有得了这个事如意诸了 世间没有哪一项你无所不能的 所以你也可以来当了这个转轮圣王 你也可以来当这个国王 那么就可以来推行这个善政 就可以来倡导 不互相打打杀杀这样 可以来行政法 不行非法 那么这个 波寻一这么跟佛陀怂恿 佛陀他马上就跟这个摩说 他说我不没有想要再回到这个世俗 去当国王 为什么我没有再有这样的念头呢 因为即使我把这个雪山 都变成了这个黄金的 这个黄金雪山 这个世间人也是不满足的 也是不满足的 所以我没有想要再回到世间 去当这个国王 来推行这个政法 来推行这个善政 那么从这里 我们就可以理解到 我们记得这个佛陀刚离开皇宫 去出家当沙满的时候 还没有到这个六年苦恨的之前 他形化来到这个摩羯陀国 这个炳婆沙罗王 他就看到佛陀这沙门 这个威仪相貌庄严 他就这个劝导这个佛陀说 你还属好了 来帮助我辅政 我愿意一半的国土给你 那佛陀就马上拒绝了这个摩陀沙罗王 说我就是为了求得这个世间 这个解脱之道才来出家的 我并没有想要这个再来呢 当这个 罗王过着的人 来追求世间的这个龙瓦富贵 所以我不会还属 那么这个炳罗沙罗王呢 这个一再的劝导这个佛陀还属呢 佛陀都不为所动 这个炳婆沙罗王没办法 他才跟这个佛陀说 那有一天啊 如果你证悟了 那么呢 你一定第一个要来度化我 所以这个炳婆沙罗王呢 就跟佛有这样的一种约定 有约定 那么果真呢 佛陀开悟了之后呢 他度了这个三家社的时候 他接着就来度化这个炳婆沙罗王 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就是这个 《杂寒经》里面所记载的 佛陀在禅修的时候 他就觉得说 为什么这个世间 总是这样的打打杀杀 难道就没有一个国王呢 愿意来推行这个不杀僧 来推行这个善政呢 那么有这样的一个念头 我们这个波寻马上来怂恿 那么这个佛陀马上拒绝 这个波寻这样的一个怂恿说 我不可能再回到世间去当国王 因为这个佛陀开悟的时候啊 这个他的父王还在啊 所以佛可以大可再回到这个王宫啊 去政教合一啊 既当这个僧王又当国王啊 来推行善政啊 但是佛并没有这么做 为什么佛没有这么做呢 因为佛是一个灯塔 这个指引众生的一个领航者 领航者 我说导师啊 就是指导这个众生呢 出离三界 得到解脱的一个指导者 的一个导师 他并不是说 他自己更悟了之后 再回到世间呢 再回到世间 去参与政治 为什么佛不这么做呢 因为啊 世间啊 世间呢 就是一个贪婪 称慧跟鱼痴 充片的地方啊 就是贪婪 称慧跟鱼痴 充片的地方啊 所以你想要用这个政治 大家呢 无非呢 就是一个 追求利益的一个团体啊 这个政治啊 无非就是一个 大家追求 这个利益的一个团体 那么在追求利益的团的情况之下 有时候啊 有时候 会因为利益的一个冲突啊 会因为利益的冲突 再加上人的这个贪 称 吃 三毒 五味的一个泛滥 往往呢 就有这个 生口意的恶业照做 恶业照做 所以佛呢 他并没有说因为开悟的时候 他要用自己这样的一个圣者 再回到世间 来推行善政 佛为什么不这么做 因为世间呢 无非就是一个贪嗔痴痴的一个大朗纲啊 贪嗔痴的一个大朗纲啊 尤其呢 这个政治啊 他就是一个追求利益的一个团体啊 更是不容易啊 更是不容易呢 能够让这个 众生的一个贪嗔痴啊 把他转化 把他转化 在这个 十九世纪的这个 爱克顿爵士里面的一个名言啊 他就说呢 这个权力使人腐化 绝对的权力啊 使人绝对的腐化 那为什么 这个爱克顿爵士会讲出这一个句话呢 就是说因为政治 就是一个大家追求 这个利益的一个组合体啊 利益的一个组合体 在这个组合体的情况之下 有时候 就会难免党同伐异 党同伐异啊 尤其是在这个利害攸关之际啊 因为他攸关之际啊 有时候就会往往 把这个正义啊 把这个正义啊 放在一边啊 放在一边 然后利益摆中间啊 所以这个 所谓的这个 做教的人呢 他想要下教 但是呢 抬教的人呢 不让他下 因为一旦让他下来的话 他们这个追求利益的机会啊 就丧失了 那么就万会我们来抬教了啊 我们会抬你的教 无非就是 这个能够从这中间内 捞到好处啊 捞到利益啊 那一旦你要下教 我们就没得捞了啊 所以怎么可以让你下呢 硬是也要给你 那个 撑起来 不让你下教 不让你下教 这是这个 政治啊 政治的一个层面啊 政治的一个层面 所以在这个 佛陀呢 他虽然开悟了 他并没有 回到王公 就继续接续 他父王的这个王位啊 反而还是选择了 反而还是选择了 出家修行 来宣扬佛法 宣导众生呢 去除贪嗔痴 勤修戒定慧啊 来获得呢 这个解脱之道 来获得解脱之道 他并没有因为 开悟了之后 以这个 身王的身份啊 去推行 这个王道 没有 因为毕竟这是两个 不同性质的 一个 一个团体啊 那佛陀最终 他还是选择了 弘扬教法 当一个导师 当一个领行者 指引者 指引众生的迷津 那众生就是因为 贪 撑 吃 的一个种种欲望的不满足 就会有 身口意义上的一个造作 所以要勤修戒定慧 勤修戒定慧 才能 这个离苦得乐 获得解脱 来这个 《中阿含经》里面呢 他也有提到 说有一天 这个阿难在禅作的时候 他就想 他就说这个世间 很少有人能够满足的 这个世间呢 往往大家呢 都是在这个不满足的情况之下呢 来 这个离开人间 很少人有 这样的一个满足 情况之下 来离开人间的 所以这个禅修 这样的一种领悟啊 阿难下坐之后啊 他就去跟佛陀报告 他的这个领悟啊 那佛陀听到 阿难这样的一种心得啊 就跟阿难呢 赞叹了说 就 称赞这个阿难啊 给予肯定啊 说如是如是 没有错的 这个世间呢 往往呢 都是不满足的 这个世间呢 能够满足而离开 世间的很少很少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这个佛陀啊 就说了一个故事 就是顶僧王 这个故事 这个从前呢 有这个顶僧王 这个转轮圣王 他有四种君呢 统一天下 那么这个顶僧王 当这个转轮圣王 当久了之后啊 他还是不满足 他还是不满足 虽然他 这个顶僧王呢 是一个转轮圣王 他有这个七宝 就是轮宝 相宝 马宝 珠宝 女宝 居士宝 还有 兵 城宝 这些呢 但是呢 他还是不满足 他还是不满足 所以这个顶僧王呢 就有一天呢 他突然就 这个 有这样的一个念头 说呢 这个我的王公啊 如果呢 能够下这个宝羽啊 下这个宝羽啊 能够满我的这个膝盖啊 这个 这个 前啊 腌脚目 那个腌脚目呢 这个顶僧王还不满足啊 他腌到膝盖 但这个顶僧王呢 他一起这个念头啊 因为这个顶僧王 他有这个福德力啊 威德力啊 所以他一起这个念头 马上 他的王公啊 啊 就下了这个七宝羽啊 一直下了 人下了七天啊 满了他的王公 到他的这个膝盖啊 这个宝物啊 真的是满王公啊 满到他的这个膝盖 那当然这个顶僧王就很高兴啊 很高兴 但是这样的时间久了之后啊 这个顶僧王 他觉得说 我只有我这个南章布桌的这个王公这样 那我有听说呢 还有一个犀牛合桌 所以这个顶僧王他觉得他这个南章布桌还不满意 他要攻占占领 拥有这个犀牛合桌 他一起这个念头 我这个顶僧王马上到这个犀牛合桌的城墙外 那因为有这个他有这个福德力啊 这个威德力啊 福佑力啊 所以他说这个犀牛合桌啊 应该归我顶僧王所统治 他起这个念头 马上呢 就到见到这个犀牛合桌的这个王公 也是一样 连下了七天的这个宝羽 淹了他的膝盖 然后又过了一阵子了 很久一段时间了 这个顶僧王又觉得不满意啊 他要听说说有还有东圣神州啊 北巨卢州啊 他没有统治 所以他还是一样 各自都起了这个 他要占领这个东圣神州 一起之内的马上到这个东圣神州的城墙外 然后呢 他说 我要当这个东圣神州的这个转圣王 一起之内的马上到这个王公 也是一样到了东圣神州的王公之后呢 这个也是连下七天的宝羽 就是都是满这个顶僧王所愿啊 乃至这个北巨卢州都是如此 但是呢 这个顶僧王已经统一了四大部桌之后呢 他还是觉得不满意 久了之后他还是觉得说 听说有三十三天 他又想要统治这个三十三天 一起这个念头 马上到这个三十三天王公里面去啊 一到这个三十三天王公里面 这个第四天啊 就看到顶僧王之后 马上呢 让一半的这个位置坐啊 给这个顶僧王坐 那顶僧王呢 他也不客气 他也是大喇喇的就坐到这个 第四天王的旁边啊 那一坐下去之后 这个顶僧王跟第四天啊 这个不管是颜色啦 光泽啦 浮饰啦 威蚁啦 种种颜形举止啊 都很一模一样 就好像这个 副饰品一样 副饰品一样 都一模一样 只差这个扎眼不一样而已 其他都一模一样 那这个过了一阵子啊 这个顶僧王又不满足了 他觉得说他跟这个第四天呢 共同统治这个三十三天呢 他觉得不够啊 他的不够啊 他想要取第四天而代之啊 当这个三十三天的天王 想不到啊 这一次啊 这个顶僧王就踢到铁板了 他以前在这个四大步骤里面 一起这个念头都马上如愿了 可是呢 当他到了这个三十三天的时候啊 他要取这个第四天而代之啊 当三十三天的独一的天王的时候 踢到铁板了 一起这个念头 马上掉下来这个南章不多啊 马上掉下来这个南章不多 生了一场大病啊 就一病不起 一病不起 然后呢 在临终的时候啊 临终的时候啊 这个顶僧王他才后悔啊 他才后悔 然后呢 他就告诉他的臣民说啊 如果有人问你啊 说顶僧王是什么死的 然后顶僧王在死的时候呢 有没有什么疑言 那么呢 你们就跟他说啊 你们跟他说 说这个顶僧王啊 就是因为不满足啊 就是不满足 而离开这个世间的 而离开这个世间的 所以呢 在这个经典里面他就说 若有得金击啊 犹如大雪山啊 一一无有足啊 所以纵然呢 有这个金子 满如这个大雪山 这么多 这么大 一一无有足啊 人啊 还是不满足的 还是不满足的 这是呢 这个顶僧王啊 绕了一大圈 他最后的结论 就是人是永远不满足的 而来离开这个世间的 而来这个世间的 所以这个 《无量寿经》里面啊 就有提到说 就是无田亦忧 亦有田啊 就是没有田地的人呢 他很忧愁 他想要有这个田地 五载亦忧 亦有载 没有房子的人呢 他很忧愁 他没有一个房子 可以成家立业 等到呢 他有这个田地的时候呢 他还是不满足 等到他有这个房子的时候 他还是不满足 不满足怎么样 我只有一块田 我要两块田 有了两块田还不满足 要有三块田 有了三块田还不满足 要有整座山都是他的 那同样的 有一间房子呢 他还是不满足 他要怎么样 他要这个别墅 豪宅 那一栋还不顾 还要两栋 三栋 五量栋 每个地方都有 所以有事少事 就有一样的时候 他还是觉得缺一样 他还是觉得不满足 不满意 私有其等 就是看到 这个比他更富有的人呢 他也想要跟他一样 就像这个鼎声王啊 他来到这个第三十三天 第四天的时候 他觉得他也还不满足 人家让一半做给他做了 他还是不满足 私有其等 他要取这个第四天而代之 当三十三天的唯一天王 私有其等 事欲具有 便夫迷散 等到你拥有的时候呢 无常到了 人间的财产 五家共有 天灾地变 战乱 火灾 或是不孝子 就把你败光了 便富弥散 无常一道 无常一道 还是 煞手而去 没有一样可以带着走 这无量说经 说得很贴切 然后呢 这个明朝诸在玉的这个 《诗不足》里面说得更加 描述得更加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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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却嫌房屋低 盖了高楼并大厦 床前缺少美貌妻 交妻美妾都取下 夫律出门没马骑 买得高头金暗马 马前马后少跟随 招来家人数十个 有钱没事被人欺 可以说是讲得非常的贴切 人心 就一样不满足 一样还不够 还要另外一样 有了另外一样之后 他还是不满足 还在追求下一个目标 永远就是在追求下一个目标 等到呢 他有美娇娘 他又出门的时候有随从 他还是觉得不满意 怎么样 没全事啊 没全事 所以时来运道做支线 抱怨官小职位卑 等到好不容易 当个支线小官了 他就是这个支线官呢 这个地方的父母爷啊 父母长官啊 他还是不满意 觉得这个支线太小了 这官子太小了 那好不容易做到宰相了 做到上书升格老 朝思暮想要登基啊 好不容易呢 当了宰相呢 这个一人之下万人失丧啊 他还是觉得不满意啊 他在一人之下 所以要取那一个一人而代之啊 要当皇帝 一朝南面做天子啊 东征西陶打蛮蚁啊 做了天子皇帝之后呢 觉得他的江土还不够大 所以啊东征西陶扩江扩土 四海望国多降伏啊 享赫神仙下向起啊 等到他统预天下啦 整个天下啊 都是他的时候呢 他还是觉得不满意啊 他要像神仙一样逍遥自在 能够下起 东征陪他把旗下 吩咐快坐上天梯啊 李东征跟他下起的时候呢 他还觉得不满意啊 怎么样 他要上天啊 当地是天主啊 赶快要坐这个上天梯啊 上天梯子未坐起啊 阎王发牌鬼来吹啊 若非此人大陷道啊 升到天上还嫌堤啊 玉皇大帝让他坐啊 定嫌天公不华立啊 就像这个鼎生王啊 当了三十三天啊 第四天浪棒座给他坐啊 他还是不满意啊 他要当这个三十三天主啊 取第四天而代之啊 但是呢 他没有想到啊 他没有想到啊 这一次他都踢到铁板了 这一次他的福德 福报啊 不够啊 不够啊 就起了这么一个非分之想 他就马上掉落到南章布桌 然后一并不起啊 所以这个 这个死不足啊 可以说是把人心不足啊 蛇吞向这样的一种心情啊 这样的一种心思啊 可以说是描述的淋淋尽致啊 淋淋尽致啊 一样还要追求一样 所以说欲望啊 欲望就是总是一个欠字啊 总是一个欠字啊 永远还是少一样啊 有了一样之后 还要再追逐下一样 学主下一样 所以就永远有一个欠字 所以有的人呢 就说 当我呢 要拥有呢 赚得一百万之后呢 我才要布施 或者呢 等到我退休了之后呢 我才要来修行 我才要来当志工 有人呢 就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啦 他觉得说等到他的人生啊 到达一个阶段之后呢 他才要来修行 但是呢 他们要去想到说 等到你拥有了一百万之后啊 你还是想要把这一百万去做投资 再赚得一千万 你想说等到一千万之后 我再来布施 等到你得了一千万之后呢 你又要想说把这一千万呢 再去投资 赚得一亿 可是呢 就永远在等待啊 在等待啊 在等待 那么大县一来啊 就没得等啊 所以这个布施啊 是在你平常的时候啊 不是说你要拥有多少的时候啊 你才要来布施啊 而是在你平常的时候 你就要去做 把它养成一种好的习惯啊 好的一个惯性啊 那你平常就有这样的一种喜舍之心啊 养成了习惯之后啊 你自然而然呢 当你拥有的时候 你才会去做 如果你永远在这个等 没有把它养成习惯的时候 永远就是在等啊 不可能去做 因为你没有这个习惯啊 那同样的做志工也是一样啊 不是说等到你退休 你才要来当志工 因为你已经没有负任 没有这个负担了 没有这个压力了 你才能专心来当志工了 那永远就是在等啊 而是在你平常的时候耶 这个周休假日的时候 你愿意去当志工 然后把它养成习惯了 自然而然耶 你不用等到你退休 你就在做志工了啊 你又何必一定要等到 退休之后才能当志工呢 等到你退休之后 你反而不知所措啊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养成习惯啊 一当你没有 你退休了 反而你不晓得 你人生失去了这个重心 失去了这个目标 你反而一下子不知所措 叫你去当志工 你也做不来 为什么没有说成习惯啊 你说去当志工 我又都不认识人 我去那边干什么 都没有认识的人 就会变成这样的这个借口 然后就永远走不出去啊 那你如果平常 这个周休二日的时候 就有真人就去当志工 就有认识一些人 等到你真的退休的时候 你当然就有可以融入这个团体啊 因为你平常就已经做了这样的一种习惯了 有认识了一些人了 所以等到你退休 甚至你也不用等到退休 其实你就是在当志工了啊 又不一定要等到退休呢 反而你平常没有做 一直要等到退休的时候 一旦退休了 又会有其他的借口 说不认识人 那也不晓得要做什么 也不晓得去了之后要做什么 反而就永远就走不出来了 所以这个不是要等到什么的一个程度之后 才能做什么样的事情 而是平常的时候 你就累积这样的一种习惯 把它养成一个好的习惯了之后 不一定要等到赚到一千万 才来布施啊 即使呢一百块 你也可以养成习惯去布施十块啊 又必须要等到一千万才能布施呢 那平常就可以当志工呢 又会必须等到退休才能当志工呢 有时候呢 大限一来 又不一定能够满我们所欲啊 所以这个欲望啊 就是永远就是一个欠 就少一样 就少一样 那另外一个就是一个山谷 无底洞的一个山谷 永远怎么样 天不满 永远不满足 那人一旦掉入这个无底洞的这个山谷啊 就爬不出来了 所以古德就说呢 大下千间啊 夜免不过八尺啊 就一张船而已 良田万寝啊 日食不过几湖啊 即使让你这个马汉全喜啊 山珍海味啊 吃久了也是会厌倦啊 吃久了也是觉得说 还有没有更新鲜的啊 人就是永远这样的一个不满足啊 所以这个 有人就问大诸和尚啊 说 师父啊 你平常是怎么修行的 他就说 我就吃饭睡觉啊 那这位信徒说 师父你吃饭睡觉就是修行 那就跟一般世俗人没有两样啊 那大诸和尚就说 怎么没有两样 差多了呢 这个一般人呢 吃饭的时候不好好吃饭 睡觉的时候不好好睡觉 这个吃饭的时候呢 万般失良 睡觉的时候千般失所 为什么万般失良 因为觉得自己吃的还不够满足啊 人家吃的是山珍海味啊 人家吃的都是去大饭店呢 吃这个高档的这个饮食啊 我只是在家里 不过在家里面吃这些闲饭 出茶闲饭而已啊 还不满意啊 不够精致啊 所以万般失良 千般计较 那睡觉的时候呢 不好好睡觉呢 万般失良千般计较 为什么 因为在想说明天的股票啊 要投资哪一支啊 这个AI生成师的股票 相关的这个工厂啊 的股票啊 现在都大涨啊 那时候没有跟着买啊 就错失良机啊 就垂心肝啊 万般失良千般计较啊 所以睡不着啊 当初如果有买的话 现在的AI生成师的相关 这些产业的股票都大涨了啊 那时候呢 在低的时候就不晓得买 就没得赚了 赚不到了 就垂心肝啊 睡不着啊 所以不一样啊 就是这样 所以面对有先的生命啊 不悲观也不乐观啊 而是如实观啊 佛法就是如实 如实观啊 世间的无常 不是让我们悲观啊 不是让我们悲观啊 而是叫我们如实观 就是因为世间是无常的 所以一寸观音一寸金啊 寸金难买寸观音啊 要珍惜啊 当拥有的时候呢 你要珍惜 你不要浪费掉 你不要冲脱掉 就是如实观 而不是叫我们产生悲观说 世间就是无常的 所以一切归于空 就无所作为 虚无了 得过且过毫无作为 那就是悲观 虚无 那如果是如实观的人呢 他就会把握所拥有的 这个世间的时间 然后呢 好好的去珍惜 就是因为无常 所以我们应该更加呢 把握这个无常的 拥有的时候呢 做一些有意义的事 才不会呢 这个空来人间一回啊 至少在这个人间呢 有留下呢 这个有意义的作为啊 造福人间啊 这是如实观 所以这个 同样的这个静啊 同样的这个静啊 同样的这个逆静啊 有的人呢 他能够这个奋发向上啊 就因为逆静啊 他反而呢 这个出人头地啊 但是有人因为逆静啊 他就怨天尤人 他反而就怨天尤人 然后就被这个逆静啊 给打趴在地啊 所以静呢 无好坏啊 这个好坏在人的心啊 你是怎么想的 你是以这个光明面去想的 还是以负面去想的 以光明面去想 你就会怎么样 就会奋发向上 而出人头地 那你如果是往负面去想呢 你就被这个逆静打趴在地 而怨天尤人啊 所以这个佛法是告诉我们 如实观 如实观 那么这个梁武帝呢 梁武帝呢 他来到这个五二岭的时候呢 改元为普通 是这个梁武帝呢 的一个梁朝发展的一个分水岭 一个分水岭 怎么说呢 因为在这个改元普通之后啊 梁武帝前后啊 前后啊 有四次舍身出家 有四次呢 到这个同太室呢 去出家 那出家就出家也 有什么不一样 就是因为他去出家之后啊 就让这个 这个国家啊 要拿这个每一次出家啊 就拿一亿钱去把它赎回来啊 所以这个四次的出家啊 就耗费国家啊 四亿啊 四亿啊 去把它赎回来啊 就造成国家经济上的负担啊 这才是问题啊 不然的话 那如果真的是放下王位去出家的话 那有什么 对国家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 其实就是因为啊 他每一次出家 那么国家就要去花钱把它赎回来 那么四次出家呢 就四亿啊 一大笔数目啊 不是说小数目啊 如果小数目呢 吴东大亚 但是因为这数目太大了 就造成国家经济上的负担压力啊 所谓的导致啊 后来啊 就导致了这个侯景之乱 侯景之乱 这是粮草啊 粮草最大的 最大的一个污点啊 最大的一个败笔 这个侯景之乱 这侯景啊 他原本是这个东魏的一个将领 东魏的将领 那他跟这个丞相高层呢 他有矛盾 所以他就要投靠 投靠这个西卫 西卫 但是这个西卫语文泰啊 他觉得这个侯景啊 仿佛无常 所以呢 他不接受他 那侯景没办法 他只好呢 这个南下 这个投靠这个梁武帝 梁武帝 梁武帝 梁武帝就封这个侯景啊 这位河南王 拥有这个河南十三州 河南王 那有这个 东魏啊 有一次他就 要进攻 这个 这个梁朝 他先从这个侯景 这个河南十三州这边下手 那么梁武帝啊 就派他的侄子 萧渊明去支援 他想不到这个萧渊明 被东魏给俘虏了 东魏给俘虏了 那么这个 这个东魏的丞相高层啊 他就假装呢 要跟这个梁武朝呢 和解 和解 那么 梁武帝的这个臣民啊 就跟梁武帝说 这个是有阴谋的 不要跟东魏和解 但是这个梁武帝啊 就不听这个丞相的劝导 他执意呢 要跟东魏和解 那当然这个侯景他就紧张啦 侯景就假装呢 这个东魏就写了一封假信 给这个梁武帝 说要跟梁武 梁朝和解 然后条件是 这个用这个侯景呢 来交换 赎回这个 这个梁武帝的侄子 梁这个萧远明 结果这个梁武帝答应了 那这是侯景写的这个假信啊 所以梁武帝就信为真啊 就答应了之后 当然这个侯景啊 就只好呢 这个叛乱 叛乱 然后就一路南下 从河南 南下这个南京 那么在这个南京的时候 就围城了 围城了 围城了 那在围城的时候呢 这个梁朝的诸王啊 就是这个梁武帝的兄弟 或他的子女啊 这些诸王 并没有来讨伐这个侯景 大家呢 这个勇兵自重 勇兵自重 按兵不动 并没有来 这个救 这个南京 所以这个南京被这个侯景一围啊 一围啊 就这个断粮断食啊 断粮断食 那当然呢 这个 城内的这个守兵啊 就锁不住了 锁不住了 锁不住了 被侯景公路 侯景一公路啊 马上呢 这个喜劫南京啊 喜劫南京啊 所以这个史书里面 就记载这个交尸涉路 这个街道啊 都是尸体 对到都是尸体 那这些这个 这个梁朝的这些官员啊 都被这个侯景啊 这个抓出去 砍头啊 被杀了 被杀了 那么这个 当时候因为这个梁朝珠王啊 大家按兵不动 并没有 来这个解这个南京之尾啊 所以被这个侯景一公路啊 这个南京的这个 萧家的这些 梁武帝的宗室哦 跟这个 南野王室 南野王室 就在山东 山东就是南野郡 还有陈郡 陈郡的这个 谢室 这南野王室就是王岛 王岛 那么这个 陈郡的谢室 这是这个 谢玄 谢安 谢显 谢显 他们是在西晋的时候 永家 永家之乱 他们从北方 北方呢 南下 北方南下呢 到这个 南京 快基这一带 这个南野王室 就是这个 王岛 王玄 那么陈郡 谢氏 就是谢安 谢恩他们 就是这个 肥水之战 取得胜利的这个谢安 这些 南下的这些 西晋 的这些 世家族呢 就被这个 侯景 在这一次呢 给团灭 给学习 学习 所以这个 六朝的这个 王都建安 史书记载 就是千里烟绝 人机罕见 白骨成俱 如秋龙烟 可以说非常惨 非常惨 史称侯景之乱 那么在这个 我们的这个 在讲这个 山顿学派的这个 肺部 肺部呢 他的七峡山 是在南京嘛 中山的这个 南京 叫七峡山 他也有记载说 这个 侯景之乱的时候啊 这个 不要 JUST 我 circles